5月28日 电影《齿巴一生一世》导演玉昕 携主演佐藤康夫来到广州 导演一出场便坦言电影与广州十分有缘 动情分享电影幕后的诸多趣事 随后著名齿巴演奏家佐藤康夫惊喜上台 为现场观众连奏齿巴名曲《咒》和《夜明》 《夜明》 玉昕表示拍摄初衷来源于喜欢 他们表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该部终日交流的纪录片 因为东方文化是共通的 文化的小众仅仅是因为没有找到打开这个文化的门 没有体验过大家所谓的小众的文化与音乐的魅力 其实从想拍这部片子到现在差不多有三年 每天都有很多感动 哪怕是现在的路演 每次有本来是以为非常小众的一个片子 但每次都得到大家的掌声 还有落泪的 我特别感动 太多了 就是遗憾吧 我觉得时间太少 如果再给我几年的话 可能还会挖到更深层的东西 但是纪录片就是一个时间的沉淀 非常遗憾 就是时间还挺少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齿巴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些齿巴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跟精神 芒果捞新闻 感谢导演用悠扬的声音和动人的故事 给大家开启了文化传播的门 报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